当大家听到金庸老先生消失的消息是不是很震惊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惋惜 一个武侠时代结束了 老先生的作品将永远地留存在大家的心中 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经典 而老先生塑造的小龙女形象 也是在观众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演过小龙女的一共有三人 而这三人知道老先生先生的消息 也纷纷发文悼念 首先发文的是李若彤 从李若彤的文中可以看出李若彤的心情 虽然未曾见面 但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和尊重 感情创造了这个角色 让我有幸半年一路走好 写出了对金庸先生的感情和尊重 而陈希则表示 感恩这个缘分 虽未曾见面 但一直在心中一路走好 而刘亦菲也是唯一一个 见过金庸先生的小龙女 一次见面成为永别 对于金庸老先生的先世 我们只能说一句 江湖路远一路走好 小伙伴们你们喜欢金庸的作品吗 欢迎下方评订阅大一系统哦